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动无人机袭击 发生爆炸 另外 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事件 丝毫持续在全俄发酵 克里姆林宫称此事件唯有计划的恐怖行为 旨在试图刺杀俄总统普京 俄防保留报复权利 而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梅德维杰夫 随后也就此袭击做出严厉回应 根据官方的信息 莫斯科时间5月3号的凌晨2点30分左右 两架无人机袭击了克里姆林宫 第一架无人机于凌晨的2点27分 在俄罗斯总统关底上空爆炸 随后屋顶起火 第二架的无人机于2点43分 坠落在克里姆林宫内 随后俄罗斯总统新闻局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由于军方和特种部队使用了雷达战系统 以及及时采取的措施 无人机无法成功在克里姆林宫使用 根据克里姆林宫对这起事件的定性 他们认为这是有计划的恐怖行动 是企图刺杀俄罗斯的总统 俄罗斯方面保留在其认为 合适的事件和地点采取 报复措施的权利 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也表示 无人机在突袭时 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在克里姆林宫内 根据一些报道 突袭中的无人机尺寸相对较小 可能是长3.3米 一载4.6米左右 这属于乌克兰邮寄的22无人机型 根据俄罗斯专家的判言 这可能是乌克兰武装部队 最常使用的攻击无人机之一 此前这种无人机攻击过俄罗斯境内 各种的目标和物体 根据俄罗斯官方的消息表示 他们在没有战斗载核的情况下的飞行距离 可能不超过800公里 如果载核几公斤的塑料炸药 这种无人机可能无法飞行过500公里左右 根据俄罗斯专家的判言 通过路径和飞行闭环导航的特点 类似于UG22型的无人机 在莫斯科上空的飞行 这完全有可能性 与此同时 也有观点质疑了 从乌克兰境内发射无人机装置 飞到莫斯科地区 这有没有可能性 更不要说是克里姆林宫了 当天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 在赫尔辛基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 基辅没有袭击俄罗斯总统普京或者是莫斯科 随后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梅德韦杰夫 他发言最为严厉 他表示在当天的恐怖袭击之后 除了对泽林斯基其集团进行肉体的消灭之外 别无选择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表示 将在今年的5月9号 在红场举行胜利大阅兵78周年 将照常举行 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 当天已经颁布禁令 禁止在莫斯科发射无人机飞行 圣皮特宝市当局也颁布了同样的禁令 俄罗斯无人机使用的禁令 已经在39个地区生效 同时颁布禁令的 还有敦巴斯地区的卢干斯克 敦尼茨克 以及俄控区的扎波罗热地区 赫尔松地区和克里米亚地区等 富豪卫视卢宇光 敦尼茨克的报道 根据俄罗斯政府称 有两架无人机 三号试图对克里姆林宫进行攻击 俄总统普京没有受伤 俄方表示 此举是对俄总统的恐怖行为和暗杀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毛宁四号回应称 各方应始终避免让局势进一步升级 中方关于乌克兰危机的立场 是一贯和明确的 各方应避免采取任何 可能使局势进一步升级的行动 而针对此事件是否会影响中方派 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 赴乌克兰访问的安排 毛宁表示 关于中方将派中国政府 欧亚事务特别代表 赴乌克兰等国访问的事情 中方会适时发布消息 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 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发挥建设性作用 克里姆林宫遭无人机袭击 俄方扬言报复 而近期关于冲突 李清的声音在增加 但数欲尽而逢不止 我们来看凤凰观察 无人机发动袭击 趁乱嫁祸于某一方 逼得双方长期耗在战争泥潭里 继续浑水摸鱼 这些逻辑表面上都解释得通 无论无人机从哪里起飞 它的意图 以及客观上造成的后果 是把战场军事对抗 上升到了针对统帅的斩首行动 难免以水涨船高的方式 陷入恶性循环 克里姆林宫遭无人机袭击 俄方说 及时通过电子战系统采取行动 是无人机失效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 从结果看 或许伤害性不大 但侮辱性极强 俄方特别是在莫斯科的防御系统 暴露出漏洞 事件后果可能极其严重 泽练斯基已经公开否认 克里姆林宫遭乌克兰 无人机袭击的说法 表明乌方甚至没有足够的武器 俄方扬言报复 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说 无人机袭击一事 让俄罗斯别无选择 只能从肉体上消灭 泽练斯基机集团 关于这场持续一年多的冲突 理性的思考和声音在逐步增加 以各种方式资助援助乌克兰的各方 也能够注意到缓和的趋势 而这种趋势与可能性 与试图从冲突中继续收割的 各方利益不符 俄乌和谈的可能前景 动了部分势力的蛋糕 也构成了破坏和谈努力的重大动机 凤华卫视乔小峰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与到访的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会谈中称 美国对菲律宾的协防承诺 将覆盖到南海地区 对此中国外交部份人毛宁四号说 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是美国与菲律宾的双边条约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 以双边条约为借口 插手南海问题 损害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在地区国家的共同努力下 当前南海局势保持了总体稳定 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 从来也不存在问题 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是美国与菲律宾的双边条约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 以双边条约为借口 插手南海问题 损害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南海是地区国家共同的家园 不应当成为意外势力的狩猎场 南海的和平稳定 关键在于地区国家坚持相互信任 团结合作 把妥储分歧的主动权 掌握在自己手里 针对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 应急处理中心 与360公司4号发布联合调查报告 揭露美国中央情报局CIA 对他国发动网络攻击相关情况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同日对于记者表示 报告披露的大量真实案例 是中情局在全球 长期发动网络攻击行为的 又一实例 根据报告 美国中央情报局 长期收集外国政府 公司和公民的情报信息 组织实施和指导 监督跨境秘密活动 在世界各地 秘密实施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 通过向冲突各方 提供加密网络通信服务 断网通联服务 集会游行活动 现场指挥工具 以及研发软件 反审查信息系统等方式 持续进行间谍签密活动 有关动向 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报告披露的大量发生在中国 和其他国家的真实案例 是CIA在全球长期发动网络攻击行为的右翼实力 美方应当重视 并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 停止利用网络武器 在全球实施窃密和网络攻击 美国国会民主党参议员三号宣布 计划着手制定第二套对华竞争法案 将限制对华投资和技术出口 加大投资美国本土经济 劳动力和科研工作 以及提高军事威慑力 中方强调 中美经贸和科技合作 有利于双方共同利益和人类共同进步 搞限制脱钩 只会损人害己 国会参议院民主党人三号宣布 将启动新倡议 寻求两党合作 在去年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的基础上 制定第二套对华竞争法案 民主党人构想的对华竞争法案2.0 包含五大主张 一是在拜登政府政策的基础上 加大限制对华技术出口 并考虑采取相应制裁手段 二是限制对华投资 授权财政与商务部筛查 及减少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投资 三是加强美国本土经济 进一步扶持科研创新产业及本土劳动力 四是建立与盟国的经济联系 创建一带一路战略的替代方案 五是持续增强同盟威慑力 防止台海发生冲突 舒默表示 参议院各委员会将召开相应的听证会和审议环节 主导委员会的民主党级主席 将与对应的共和党级副主席 就共同负责的领域协商合作 目前这项倡议已经获得部分共和党人的认可 但最终反案具体将在何时出炉 仍是未知数 另外参议院拨款委员会计划在本月16号 举行公开听证会和闭门通报会 探讨拜登政府新财年预算 美国竞争力及中美关系 届时拜登政府国防部 国务院及商务部长都将出席作答 凤凰卫视陈令南江域华士乐报道 中国国家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360公司 4号发布最新的报告披露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长期以来 在全球各地通过五种技术手段 策划组织实施大量颜色革命事件 报告还揭秘了中情局利用网络攻击 中国及他国的相关情况 报告指出数十年来 美国中央情报局至少推翻 或试图推翻超过50个他国合法政府 在相关国家引发动乱 为支持其渗透颠覆和捣乱破坏活动 中情局惯用五种手段 首先是提供加密网络通信服务 帮助特定用户实现匿名上网 确保想动摇本国政府统治的意见青年 在参与活动时能躲避审查和监视 其次是提供断网通联服务 允许用户免费拨号并上传语音留言 留言被自动转换成推文在上传之网络 通过推特等平台公开发布 完成对事件现场的实时报道 第三是提供基于互联网和无线通讯的 集会游行活动现场指挥工具 用于帮助通过互联网连接的 大量年轻人加入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流动性抗议活动 提升指挥效率 第四是美国公司研发一款 名为暴动的软件 支持独立和无线宽带网络 不依赖任何传统物理接入方式 无需电话 电缆或卫星连接 能轻易躲过任何形式的政府监测 第五是美国国务院将研发 反审查信息系统作为重要任务 并为这一项目注资超过3000万美元 报告还揭秘了中情局 利用网络攻击他国的相关情况 指出一个使用与中情局相关联 网络武器工具的组织 长期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目标 实施网络攻击 攻击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 并且延续至今 目标涉及各国重要信息基础设施 航空航天 大型互联网公司 以及政府机构等诸多方面 报告分析指出 中情局的网络武器现已覆盖 全球几乎所有互联网和物联网的资产 可以随时随地控制别国网络 盗取别国重要敏感数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联合国专家在本台专访中表示 国际规则限制了新兴经济体的发展 他表示发展中国家 可以利用中国的政策独立性 建立强大的制造业体系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 经济事务专家卡帕尔迪 在本台独家专访中称 美国新货币政策 每1%的利率涨幅 影响第三世界国家 大宗商品通胀0.08个百分点 导致经济个体需要维护内部经营 但缺乏良好的国际环境 支持市场良性循环 专家认为 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规则 以及客观局限性 成为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障碍 很多发展中国家 希望复制中国的经济崛起经验 卡帕尔迪表示 中国飞速崛起的30年 有其独特的时代特征 他说加强双边合作 利用中方对外投资红利 可以在短期内摆脱经济危机 而在这种意义 它提供了一个很棒的例子 冒发组织总结称 加强多元化经济 提高国内市场购买力 推动区域性经济合作 以及提供稳定且低成本的投资环境 都有可能全方位缓解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 凤凰也是张某地 瑞士日电马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 4号发表最新的 零售销货额数字 今年3月零售业的 总销货额价值 零时估为336亿港元 较去年同月上升超过4成 其中网上销售占比是7.6% 价值临时估计为26亿港元 较去年同月下跌8.6% 零售位别按年比较 在今年3月 珠宝首饰 钟表 以及名贵的礼物的 销货价值上升超过1.6倍 鞋类以及其他衣物配件 上升近1.9倍 此外今年1月及2月合计的 零售业销货额价值修订 估计比去年同期上升近两成 而今年首季的零售业 销货价值临时估计 同比上升近四分之一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 凡港旅游业和私人消费复苏 将继续汇集零售业 而新一轮的消费券的发放 也将提供额外的支持 香港金融管理局 今日4号举办首届数据峰会 吸引超过260名 来自60家银行 数据分析服务 供应商和数据提供方等代表参与 便利业界分享经验和交流意见 推动数据型经济发展 金管局副总裁李达志表示 金管局致力于推出便利措施 和前瞻性举措 有效促进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与银行分享 其来自不同数据源的商业数据 享用更多金融服务 促进香港的数字经济发展 本次峰会主要探讨 通过数码化简化银行业务流程 利用替代数据 提升数据分析能力 以及开发创新产品和服务 金管局希望通过这些措施 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促进香港的普及金融发展 今年的五一小长假 不仅市民出行旅游热情高涨 内地电影市场迎来了最拥挤的五一党 电影总票房超过15亿元人民币 跻身中国影史 统期第三 近20部新片涌入 让今年的五一党期成为史上最继 影片数量不仅创历史同期之最 甚至超过历年春节党 最拥挤党期也带来了丰富的类型和题材 涵盖动作 喜剧 爱情 灾难 动画等等 从票房成绩看 军旅题材的长空之王和喜剧影片 人生路不熟 获得较高人气 而有稳定受众的老片 在五一党依旧有不错的市场吸引力 观伦高手因为小时候就是对比 比较有情怀嘛 对观伦高手 然后也只看了这一部到现在 五一看那个这么多年 当时就觉得他们好多人都说挺好看的 然后就去了 我还去看了观伦高手 五一我觉得还是尽量不要去那种热门的景点 因为体验感会非常不好 我觉得 今年五一党延续了春节党的复苏势头 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上涨 党期总票房是5.1亿元人民币 位居中国影史五一党第三名 仅次于2021年及2019年 不过史无前例的旅游热潮 也对电影市场造成了一定冲击 首先是在各自城市比较 时间比较长了 现在五一党的话 大部分都是出去玩 而且现在等于是 如果是就是过完五一之后的六日 迎来第一波可能是观影高峰 这也慢慢会往上走 然后现在的话 慢慢基本上有慢慢有包场了 然后部分电影院的那个厅里 会有六多人 基本报告 五一党电影的红火市场 让从业者对下半年行情信心十足 而这也只是一个开始 行业普遍认为 内地电影市场有望在接下来的 暑期党 国庆党迎来真正爆发 富宏医师周江信 刘家浩 北京报道 而为了因因国际情势变化 强化战时应变作为 台北市政府4号下午举办 明安9号演习 市长蒋万安全程坐镇 紧盯各项演练 包括救济安置 重大交通事故 以及建筑物倒塌等灾害抢救 希望透过演习 在意外真实来临的时候 能够做好快速的应变 台北市政府4号下午举办 明安9号演习 魔力突然发生辐射弹爆炸事件 紧急疏散民众 消防局及环保局的车主 火速出勤 现场消防人员进行管制 并将伤患送医救治 现场辐射激量率确实有异常行情 立即请公管中心通知市府各单位 紧闭门窗 事故现场辐射气量过高 分析人员将辐射碎片一一清除 解除辐射危机后 带有毒性的炸弹又被引爆 现场民众立刻向备员一边中心报案 喂 喂 119吗 这里是市府西车大门 刚才有好大的爆炸声 消防员洒水清洗毒化物 要降低对民众的伤害 并进行储物作业 避免毒化物扩散 下一刻台北市模拟遭到飞弹攻击 出现重大交通事故 消防员进行车体破坏 将受困的民众救出 由于患者大量失血 可能有低体温的情况发生 因此消防通人使用锡泊 避免患者低体温的情况发生 台北市政府模拟战争爆发时 防护倒塌 民众急待救援 搜救犬确认被困民众所处的位置后 消防员紧急用担架将人救出 并顺利把虎扑灭 台北市政府针对战时可能的情况 进行各项演练 市长蒋万安坐证警钉 聆听相关简报 要确定各局处的应变作为 明昂演习是每一年都会举办的 常态性演练 主要在各个县市举办 地方政府希望透过实地的演变 能够确保平时多一分准备 战时就能够少一分灾害 凤凰卫视 彭世廷 金敏怀 台北报道 美国运输部3号表示 美国将允许中国航空公司 将往返美国的航班 增加到每周12架次 与中国允许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 数量相当 而在2020年新冠疫情限制措施实施之前 美中允许双方每周往返航班的数量高达150多架次 美国运输部称其目标是逐步更广泛的重新开放美中航空服务市场 此前美国的航空公司每周有12次航班往返中国 而中国的航空公司只有8次航班往返美国 有知情人士称 美国曾经提出给与双方相同的往返航班数量 但是前提是 中方同意在航程当中不飞越俄罗斯 今年2月 由美国参议员致信拜登政府 敦促禁止中国航空公司和其他非美国航空公司 在往返美国航线当中飞越俄罗斯 并指这时美国航班竞争者在燃油和航程上更具优势 中方官员表示 中国提出的均衡美洲航班数量的建议 寄给双方12个航班是合理的 并指中国并不接受其航班必须避免飞越俄罗斯 感谢您收看《较点新闻》 更多凤凰文史资讯 可以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再会